大家好,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赢家 今天是一个反弹 今天反弹盘 其实 我们在早上已经跟各位讲过 在Telegram讲过 也跟会员通知 为什么反弹 我在会反弹连线 早上连线的时候也讲过 今天一定是反弹盘 为什么今天不会跌呢 上个礼拜五 开高走低 很多人就会担心上个礼拜五开高走低 我们看这里 上个礼拜五 当然这是上个礼拜的一个走势 上个礼拜五开高走低 那大家都会认为说上个礼拜是一个跌盘 那美国股市上个礼拜五表现又不怎么样 就会认为说今天会直接开低盘 这完全是一期用事的想法 我们在研究股票 你不是说今天看跌 昨天跌今天就会跌 那今天涨明天就会涨 没这回事 就算今天涨 跟明天也没有正相关 因为你要想一点 上个礼拜五我们先跌 美国跌 那这样就是刚好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五先跌 就算是美国礼拜五跌 我们今天也不容易跌 今天基本上就是一个 跌之后的一个反弹波 那又碰到美国股市今天的盘后盘 礼拜一的早上美国盘后盘 它是一个涨盘 所以美国股市在上个礼拜五的下跌 是讲的是科技股下跌 那礼拜一的美国的盘后电子盘 它是反弹的 所以这两个情况加持之下 台北股市跟亚洲股市 保证一定反弹 这个是你看这个澳洲 首尔指数 尼克指数 这个都是反弹波 那中国股市不用看 因为这个跟全世界无关 因为他们都走他们自己的 你就看这些指数就可以了 这些亚洲的主要指数就可以了 那他们也都一直走一个反弹 这是合情合影 但是今天的反弹跟明天无关 很多人就会乱想 认为说今天涨了 明天又要涨 没这回事 明天跌的机会很大 你看这个就知道 看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今天涨的比较多 所以明天台积电要再涨的机会就很少 几乎是不可能再涨 很难 盘中就算有个高点 也不会太高了 因为台积电上个礼拜五次 被打下来收盘是449 对不对 它是有个引线 上个礼拜五有个引线 所以几乎是收最低 所以台积电是收连续四千下跌 收最低 所以今天就很难跌 你用想的就知道台积电今天非常难跌 非常难有机会下跌 那台积电非常难有机会下跌的情况之下 那大盘怎么可能会跌 因为台积电上个礼拜五收最低 对不对 所以今天台积电变成开高盘正常 那变成说今天为什么会涨幅扩大 就是因为台积电开高走高 收最高 因为它开高是正常 但是又走高又收最高 今天台积电等于是涨了八块半 八块半的台积电是算起来是达到七十点 每一块钱是八点三七点 所以台积电这两股票涨了七十点 那台积电涨了股票涨了七十点 如果其他股票都没有涨 那大盘就是涨七十点 可是台积电它是总市量 它涨的时候大部分的全职股会跟班 因为它会制造人气 或者是像上个礼拜五台积电跌的时候 大部分的股票也会受到 大部分的全职股 我讲的是全职股 会受到台积电下跌的影响 也它会影响 影响到整个指数 你看台积电今天涨 那一般的全职股它就会跟 例如像这个鸿海 鸿海今天不是就跟了吗 今天鸿海上个礼拜五也是上影线 那今天就跟了 今天鸿海涨幅算是比较大的 它就跟上来 它是变成第二大全职股 原本是第三了 那今天夺回第二了 因为本来这档股票跟联发科 两档股票都超过一兆的市值 那有时候这档股票的市值比较高 有时候是这档 那因为今天的鸿海涨幅比联发科还大 所以它的市值算出来以后 它又高过联发科 没有高很多了 大概都是1.1兆左右 这是第二名跟第三名的全职 所以你看看台积电涨 联发科涨 鸿海涨 大力光电跌身反弹 大力光电到上礼拜还在破底 这是全辱大全职股 那台北股是保证涨啊 因为这全职股都涨了 那台北股是一定涨啊 全职股都涨了以后 台湾50党全职股就涨了 这是台湾的最高 最大全职的50党股票 它一定涨 那涨了以后 这些股票当然就容易跌身反弹 比如像这个3406的玉金光 上个礼拜我还收到最低嘛 那今天就是开始跌身反弹 但是这个仅是解释为跌身反弹 因为这个反弹量都很少 它只是一个止跌信号 但是它不是一个攻击信号 因此这种股票反弹上去 再下跌的机会非常的大 大力光电也好 玉金光电也好 包含了6278的台表科 到上个礼拜还在破底嘛 还在跌嘛 是不是上个礼拜 今天就反而反弹幅度还不少 就是6278 所以我给各位看一下 大概今天全职股有一个特性 就是有许多跌身之后的股票 开始反弹过 就像鸿骸啦 联发科啦 玉金光啦 大力光电等等 包含了这些股票 都开始走一个反弹波 你要注意这个 但是这个是称为反弹波 例如说 今天的平概股也是一样 表现点不弱 例如像4958的真顶 这个也不用什么特别大力多 涨起来以后 报上媒体就会跟你讲 真顶怎样要怎样怎样 要苹果链 苹果单子怎样 苹果真顶是平概股 不是只有今天是平概股 它以前都是平概股 所以股票市场要涨 一定要有资金进来 就是炒作的嘛 反正就是炒作 就是资金进来 就是当充客嘛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股票的上涨 你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 基本上它就是因为 它一直在打底 打底之后它就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 当然会突然间奋发突强转强 那转强以后 它当然会带动这种 印刷电路板的像台郡 或者是像华通 这华通不是标准的印刷电路板 上个礼拜五还是很弱 今天就反弹的 那这些股票的反弹 当然也会带动这种窄板 例如像3037的 8046的蓝电 或是3037的 这个新型或者是锦售 当然都会嘛 当然都会 还包含着这个印刷电路板的上游的 3645的达麦 都会嘛 都会影响到嘛 或者是2368的 这样股票做伺服器跟 伺服器跟笔电的 这个印刷电路板 一样是印刷电路板 它就一样啊 它也没有怎样啊 它就突然间就是放量 跳空以后 过了技术面的一个转强点 它就突然间 今天所有当充贸客 都挤在这一档股票 我们今天早上在飞环台 连线的讲过这两个股票 你就是要敢追高啦 就是我跟各位讲 做股票就是要追高啦 就是追高啦 这个没有错 这一套都用法都没有错啦 追高但是就是不对 要马上跑啊 我们不建议常理投资嘛 所以你看强势股 它都是用 都用资金在砸的嘛 你看今天 虽然这个太阳冷股啊 已经长了比较短 长了比较多啊 但是还是蛮热的啊 像这个安琪 它虽然被关紧 紧闭的分盘交易还是这么强 6244的帽底 也是一样 今天表现的还是还可以啦 3691的售和 就是太阳冷股里面的 比较大的一个 比较高价股票的售和 或者是6443的元金 4934的太极等等 这些股票都是一样 2406 它们的热度还在 因为它们只是量收的整理 我想整个趋势来讲的话 它们还没有明显的翻转 所以我们不能说太阳冷股 两三天没有涨 就认为说它要开始翻转 不是这样 因为它有时候主力还没有出货的 还没有完全出货的情况之下 它们还会挣扎 它们还是有这个固定的一个 一个热度在 而且当冲冒可以 好 其党股票可以当冲 基本上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今天反弹波 建立在很多的跌升的股票 做一个反弹 例如像2474的课程 多多少少也是上个礼拜五反弹 今天也是表示一个强势 或者是这些股票 3406 比较明显的就是这股票 开始做一个跌升的反弹 3008的大力光 最弱势的股票开始做一个反弹波 6278台表科 或者是5269的享受 这些股票都开始有机会 做一个反弹波 这是目前的一个走势 整个人气还是维持在 这个电子列股 当然一些中小型股票来讲的话 它们热度还是很在 因为这些市场里面 比较热度比较高了 大部分都当冲的 你看6441的网定 这是一样 这个是指于工业电脑的 这是除灵设备厂 它长起来以后 整个连滚带量也是都是当冲贸科 这非常明显都是当冲的 就是6441 或者是6558这两个股票 也蛮热的 就是新门高 一样在这个地方也是放量 开始涨了以后 票供涨停 上个礼拜五还是一个涨停 当冲贸科非常多 今天也是当冲贸科非常多 今天就是开高走低 这样这种走势都非常混乱 这个跟基本面无关 所以我常常讲说基本面 大家都知道了 你如果做股票就一直讲一直基本面 这个不通过 这个水准太差了 因为每一档股票都有很好的基本面 涨起来以后分析师就会跟你讲 拿基本面跟你讲 他有多好多好 题材有多棒 等一下他就不跟你讲了 5457的宣德 我今天盘中在 TELC有讲到这档股票 难道这档股票基本没有改变吗 完全没有改变 它还是非常优秀的股票 它是做人接气的 这个跟立讯合作的公司 这个你看从这个地方高点跌下来 它基本面没有改变 完全没有变 变得是人的心 人的心态改变了 变得是股票价格改变 所以你看宣德这样股票跌下来 从这个一百二三十几块跌到 现在将近一百块 它基本没有变 完全没有改变 可是技术变已经坏掉了 这个如果你是看技术分析的人 你就知道说连续两次的反弹 他都没有办法再克服这个高点的卖压 这边套牢反压 那破线破价 这边是破景线 这边景线跌破之后 这里是一个景线 景线跌破之后反弹以后 他没有办法扭转这个下降的一个月线 月线扣底值虽然扣底不高 可是月线往下走变成空方式 空方式要跌到哪里去不知道 像这个股票是一个跌势 那跌势的股票 你如果去什么拉回找买点 逢低承接 你这个地方去买这个宣德这样股票 你就是猜测 猜测它的低点 你猜不到的 就包含今天你去买 也许明天会反弹 可是你还是在猜 猜它的低点 因为股票跌下来就没有什么低点 没有什么支撑的问题 天外不要认为股票市场跌下来以后 跌升就会反弹 你怎么知道这边是跌升 到底要跌多少才叫升 到底要跌多少才叫满足点 3661的事情我不是常讲 你跌下来以后 很多人在这边就是强短 这边也是强短 也都认为说这个是跌升 700块跌到600 500就说跌升 那投资票你说跌了很多 那是投资票自己的想法 到底跌了多少才叫多 不是投资票自己猜的 你要看到它有没有产生的底部去 例如说它跌下来以后 反弹跌下来反弹 跌下来反弹 它是一个空投市场 那空投市场跌升 你可以抢反弹 可是你抢反弹 你如果没有走 最后又跌了一波下来 这边还是500多 这边已经跑到400块 这边500最多已经 还有580几块 将近600块 这边一刹下来 这边跌幅不少 这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可是股票价格跌到这里的时候 市场里面就全面别管 因为这边又产生了大量去 这等于是有点停损的 卖压全部出容 所以主力它会利用各种方法 把你少货少到最低 你会被逼迫在这三天卖掉股票 因为这是大跌之后 隔天跟隔这两天 它都低量的反弹 所以你会害怕 你会害怕会再跌 结果就给你扯上来 扯上来以后 它又变成又多 那我这边都讲过 这两波都讲过 它反弹上去会压制在季线 季线就是空点 季线就是空点 这两个地方都是卖点跟空点 那这里会不会跌破 跟这里会不会跌破 铁定会跌破 不是说今天跌我才这样讲 我上个礼拜就讲过 你反弹以后 你反弹以后就是空点 就是卖点 那这个会不会跌破 当然会跌破 如果不跌破 那你空这里干什么 所以在这个股票 它顶多就是因为大盘的关系 因为大盘今天反弹 它变成说上个礼拜五大跌 今天能够抗跌 今天抗跌原因不是它厉害 是大盘厉害 因为大盘涨了一百多点 它能够保护这两股票 因为大盘会造成人气的加持 所以这两股票就没有中错 没有中错是因为大盘的关系 等到大盘又开始转弱 那这两股票就很容易破这个地点 那破这个地点 这个地方其实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上升的趋势线 早在上个礼拜五间关破 连结这个点 跟这个点的低点 上升趋势线就关破 但是幸好关破的时候没有带量 量不是很大 如果带量的话 那一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垮掉 所以像这种股票不建立低接 这种股票建议反弹卖点 建议反弹是空点 因为它的趋势非常明显 它是一个空头市场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这样股票很多次了 那另外就是8046的蓝电也是一样 今天有反弹 是因为印刷电路版的 金像电大涨 华通也大涨 或者是4958的真顶也大涨 才会造成它今天还能够有高点 那你看今天还是一个 当初贸客很多 它也是一样跌升之后的反弹波 它头部在这里 最高点在这里 智商股票也破了景线 这边破了景线 它反弹上来以后量低的反弹 它还是测试这个景线而已 它不是多头市场 所以智商股票很危险 所以反弹之后 还是一个卖点跟一个空点 我跟各位讲过 智商股票讲过很多次了 既然蓝电是这样的话 那星星也是一样 星星就是跟着蓝电跑 但没什么好讨论的 或者是景瘦也是一样 这三个股票都是一样 一样的走势 那我们有建议各位 就是说像这种股票反弹卖点 这种股票反弹卖点 反弹是空点 我跟各位讲过 我在不管在这里 这边讲或是在运动 还在这边讲过 我们这一次高价股 高价股所谓高价股 100块以上的股票 大概有200档 那我们这一次是率先 应该说首先 我们锁定这三档股票 要放空的 要卖的 要卖空的 那其他的高价股 不是不放空 是因为高价股有200档 我不能每一档股票 都跟你讲 或者每一档股票 都叫你放空 我们放空的股票 有一定有车 有前后的顺序在 例如像研发科 要不要放空 当然要放空 台积电要不要放空 当然要放空 可是这个 你不能说每一档股票 都放空 不是 我们是一档一档来的 所以我们要放空的股票 是蓝电 是国际 是四星 是这种股票 那其他的股票 不是不放空 是一档一档 因为我们有规定 做多是做多三档股票 放空是放空五档股票 那为什么放空 会员放空的股票 会增加到五档 因为有时候 农券不好借 农券不好借 我们必须要把持股 增加档数 那否则是借不到股票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像这个股票已经反弹 但是反弹以后 是不是会马上跌下去 如果会马上跌下去的话 我的讲话就不是这样讲 就是现在目前 上礼拜跌了以后 它在礼拜一 以后今天会反弹 早就预测到 但是接下来 或许还有机会 再做一个反弹 但是反弹幅度都 不会太大了 大盘也不会太大 那个别股 我们当它 等它反弹结束之后 你看这个国际 也是反弹到下降的季限 这个地方也是压制力 非常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都要找机会 像国际也好了 或者是蓝电也好 或者是四星也好了 或者是其他的高 这些电子类股 像这个6531的 IC设计股 爱普也是一样 这种股票都会在破底的 它今天也是一样 打下去也是走一个反弹波 或者是3406 4968 这些股票 利基等等 联发科也是一样 或者是其他的IC设计股 比较价格没有那么高的 2458的玉龙店 也一样 这种股票都是一样 IC设计股其实都是一样 只是说我们最主要是讲 那三长股票 因为那三长股票比较热 比较热门 而且筹码比较乱 那你说2492的 这个华星科还是一样 国际都看坏了 华星科怎么可能看好 这一定有道理 所以我们锁定了资兰股票 8046的蓝电 那讲蓝电就是讲新兴 就是讲景硕 那两长股票就不用讲 那是跟班的 或者是准备要放空 2327的国际 那讲国际就是所有的 被动元件全部看坏 怎么可能国际看坏 那其他股票看好 他们都是一个反弹 那反弹之后就是卖 就是空了 3661的士星为代表 代表什么 代表IC设计股 有IC设计股就更多了 至少台面上 IC设计股有超过100档 IC设计股有高价的 有中价的 有低价一大堆 我们以士星为代表 所以这个观念就是 要建立在什么 这个大盘它是不会上去的 因为这个大盘 很多人认为说 每天都在想 每天都在做多 那是观念不同 因为我认为说 美国选业之前 如果没有跌就算不错了 还想要大涨 美国选举之前 你看都已经两三个月都没有涨 它是一个盘整盘 盘整盘以后 我们的做法 我们不是做指数 如果我做指数就搞得很复杂 因为做指数 就是做指数期货的人 我们没有再做指数期货 我们是做个别股 那你做个别股来讲的话 它大盘在整理期间里面 个别股就找 你要做多做空其实都可以 很多投资商 你就喜欢做多了 那你就喜欢做多 我没问题 你当然做多的时候 你拉回的时候 去找点来买金 找股票支撑点 或者是股票加弹 你还转点去做买金 那我们是比较偏向做空 偏向做空一样啊 因为你要做多做空都没有关系 这个是我的观念 但是我认为做空比较有利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大盘是一个盘整 而且是盘整或有机会大跌的盘 因为选举之前要大涨很难 我个人认为说 就算我们看 就算大部分人都看好 川普会当选总统 就连论 那也是 如果美国股市要大涨 那也是川普选上以后才大涨 是川普选后才会大涨 理论上是这样 况且美国股市从来也没有跌过 美国股市都还是高等震荡 怎么可能美国股市永远都在涨 现在目前选举正在火热当中 你怎么知道川普一定会选上 那当然一般来讲 认为他民调比较低 但是我认为他应该选上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 我不会因为川普要选上我就做多 不会啊 我可以先放空再做多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认为选举之前 跌的机会非常的大 选举之前这个大盘 再往下灌压的机会非常大 因为这个反弹你看 根本就没有成交量 反弹都没有成交量 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你看这个高点好像乍看之下 好像很容易突破 那突破要怎样 我说如果一万三突破 还是不会涨 因为就是一个整米盘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很简单 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看台积电是看指数 那我们个股的操作来讲的话 方向不同 我们就是个股来讲的话 我已经跟各位谈到 那三当股票讲很多次了 那如果说你要做多也不是不行 我认为说做多应该是这种股票为主 虽然这种股票都还没有涨 就是泛德有越 这种股票只要比CP值比较高 我跟各位讲这CP值比较高 而且它都没有涨过 所以这种股票如果一涨起来的话 它幅度会比较大 就是提供这样一个参考 或者是5269的享受 这种股票有修正之后 获利已经这么好的公司 有修正之后的股票 比较有一点机会 那有刚刚我谈到那些股票 都涨幅太大太高了 那股票价格已经反映到技术变 所以太贵了 太贵的股票就要放空 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